蓝色回收箱随处可见 黄色的回收箱你见过吗 这是本地环保组织酷品Club 去年推出的纺织物回收箱 全岛目前有250多个 专门回收衣物、备单、鞋子和毛绒玩具等 目前以来其实只有1%的物品不是我们要求的 例如很像纸或者是塑料或者是相框 或者是很像那种玻璃的摆饰品 我的回收伙伴会把它们全部收集 拿去工厂来分类成500多个category 好的能重穿就重穿 它就会卖在这个二手的市场 不好的它如果是吸收力很高 就能做一个工厂的一个插补 如果再不能的话 就可以拿来upcycle或者是repurpose 做成很像包包 再不好它也可以做成水泥 所以变成一个零费的一个过程 快时尚当道 消费者买得多丢的也多 根据国家环境局2021年的数据 国人制造了近19万吨的纺织品和皮革垃圾 却只有4%被回收 李威说他们目前和纺织物回收商Lifeline Curling合作 一个星期能回收超过8吨的纺织物 其中有约一半的衣物还能重新使用 这让李威更加坚信自己投身环保的初衷 以前我是一个购物狂 每次就买很多很多衣服 时时刻刻就要做一个大扫除 然后把这个衣服拿来卖掉 卖掉的话把那笔钱再买新的 我就以为我把不穿的衣服拿来卖 是一个环保的行动 可是我的购物方式 觉得是真的对这个世界不是很好 其实对破坏环境我是觉得 那我就想要一个改变 我想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 为此库品早在2020年就举办二手衣服交换活动 上个星期四 前线编导也带了五件衣服参与活动 工作人员会先检查一番 稍微破旧的会放进回收箱 完好无损的就能摆放出来让人挑选 你看到这边的衣服都是干净能再重穿的 然后放在不一样的尺寸 给大家方便去找他们要的衣服 能穿的那只重穿是最好的回收的方式 我们都是往新加坡人的时尚的概念来做 来选 这里的服饰种类多样 还能挑得到地毯 这个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牛仔裤 你看得到吗 是手工做出来的 我们从十个人参与 现在有一百个人参与 所以是一个一传十十传百的这种效果 希望有更多人可以举办同类的活动 然后购物者就不需要再买新了 因为我们真的有很多漂亮的衣服已经在这里了 对于衣服 47岁的王俊耀一点也不挑剔 他住的这间三房式组屋 客厅只放了三届家具 我觉得我不需要这么多东西 再加上我觉得因为东西减少了 会比较容易打理 我对这些服装也是 有些朋友说 我没办法穿下这件衣服了 你要不要 我就收下就可以穿 而且通常我一穿就可以穿挺久的 俊耀当了二十年的公务员 三年前辞去工作投身环保事业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制造太多垃圾 太多的污染 比如说我去浸滩的时候 我就看到为什么海滩有这么多的塑料 这么多的垃圾 就真的是让我很深受地感觉到 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 平时俊耀会上网寻找再循环的灵感 比如把塑料瓶罐改造成 实用美观的手工艺品 它还有哪些环保创意 这边有很多这些都是塑料碎 我们也尽量用一些干净的 这些塑料的这些薄片 这些纸剪好了之后放进去 我们就拿一个棍把它塞进去 塞紧了之后 它就变成好像砖块这样很硬 我们叫做环保砖块 环保砖块坚硬耐用 可以用来组装成不同物品 如椅子 经编导测试还相当稳固 身为本地社会企业GreenNarch的一员 俊耀也和团队进一步探索 更多循环塑料的可能性 比如说这些洗洁精的罐子 这些塑料罐 我们用一个机器把它打碎 成碎片 然后这个碎片 其实可以就是放进一个机器 这个机器就把这碎片融化掉 把它挤进一个膜 就是单靠你的想象能力 你要创造些什么都可以 至于不要的果皮 俊耀也有一套处理法 加入水和糖储存在容器里 发酵三个月就能制作成环保酵素 这三瓶分别是用凤梨皮 橘皮和香蕉皮制成 可以用来抹桌抹地 如果你是对这方面很新的话 我觉得当然会 我觉得大多数人会觉得 哇 这么麻烦 还要分类 这么麻烦 我还要再多考虑到 要怎么去处理这些所谓的垃圾 所以我觉得最容易开始的方式 就是你要再多思考 先要去想想说 这个物品我需不需要买 很重要就是以减少为主 因为当你减少的时候 你就不用费这么多的资源 跟精力去再想办法 去把它改变 把它循环 他把拐杖变成笛子 每天都要用 这个可以拿钱的 可以放钱的 钱啊 比赞的 第三个 集团